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暴男子逃脱后返回还拿着一根电棍不断乱刺扎伤两人 危机关头 年轻人有勇有谋趁其不备夺下他的电棍 和饭店老板的儿子合力将其制服 这位建议勇为的好青年是厦门详安建发成建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海岸线网格员 当时我是没有想那么多的 我第一反应是上去救人 因为地上流了很多的血 而且还要睡玻璃渣 第一时间是救人要紧 我的领导 我的前辈之前也跟我说过 我们是国企 我们要有国企担当 在工作中 李明凯是个热心厂 每当有新同事入职 他总会热心地带着新同事熟悉工作流程 由于李明凯的工作内容与环卫行业紧密相关 每当他遇到环卫阿姨清理垃圾时 都会主动上前帮忙 还会给环卫阿姨送水 并建立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上的困难 我觉得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都是平民英雄 就像我们厦门城市里 各个角落的环卫工人一样 他们每天七早贪黑 做着最脏最累的火 却用他们勤奥的双手擦亮了我们美丽厦门的名片 他们都是平民英雄 却用他们的双手擦亮了我们美丽厦门的双手